五代十国时期,国家四分五裂,社会纷纷乱乱,军事政变更是屡见不鲜,有的人昨天还是将军转眼就做了皇帝,没几年又被别人赶下了台,为了争抢皇位免不了常常打仗,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他能好过吗? 在五代最后一个王朝,后州统治的时期,这样的政变又一次发生了,960年的正月初一,后州君臣正在过年,突然听说北方的契丹人出动大军,朕要犯我边境,嗯,这可不是小事儿,朝清立刻命令大将赵匡应领兵出征,与敌人决以死战,很快赵匡应的军队走到了陈求义,这天早上赵匡应刚刚起床, 手下的士兵就拿了一件黄色的袍子披在他身上,大家纷纷下跪,请他做皇帝,赵匡应假装推辞一番,也就答应了,他率兵返回京城,逼迫后州小皇帝让位给他,就这样,唐朝以后的五个短命王朝全都结束,新的王朝简历了,陈桥兵变,黄袍加深, 就是新王朝的开幕仪式 赵匡应在当皇帝之前曾经当过节度使,住在宋都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,春秋时期这里是宋国的国都,所以赵匡应建立的新王朝就叫宋朝,而他又是开国皇帝,所以我们称为宋太祖, 宋朝建立的方式和他之前的五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都是掌握军队的大将取代原有的皇帝,建立新的王朝,所以赵匡应和他的大臣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,就是千万不要让宋朝也步入五代的后尘,变成第六个短命的王朝, 五代短命的原因是什么呢?你肯定还记得唐朝后期的三大顾及,那是彭党、宦官和藩镇,其中彭党和宦官这两个问题在唐朝灭亡之前就已经解决了,只有藩镇一直延续下来,这些拥有军权的实力人物就是政局不稳的根本原因, 所以宋朝建立以后,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解除藩镇大将们的权力,把军队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。 九六二年的一天,宋太祖请几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喝酒,酒喝到一半,宋太祖突然唉声叹气,大家赶忙问,哎,怎么回事啊? 太祖回答说,哎呀,这万一哪天有人把黄袍劈到你们身上,你们就算不想当皇帝,手下们会答应吗? 这些将军们心领神会,第二天都称并辞职交出了兵权,宋太祖赐给他们很多的金钱土地,顺利地消除了藩镇的威胁,这在历史上被称作杯酒士兵权。 杯酒士兵权以后,军队全部回到了皇帝手中,北宋王朝因此组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禁军。 所谓禁军,本来是指驻扎在京城,保卫首都和皇帝的军队,但宋朝的禁军不仅驻扎在首都,也分布到全国各地。 他们是保证宋朝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。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宋朝禁军的印章,能够帮我们了解当时军队的庞大。 这上面的字,你能认出来吗? 我们一个个来看,神位左第四军,第二指挥,第五都计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从后往前说,都是禁军的基层单位,每一百人为一都,都上面是指挥,每五个都编成一个指挥。 指挥上面是军,每五个指挥编成一个军,军上面是乡,每十个军编成一个乡,乡分左乡右乡,两个乡组成神位这支禁军。 而像神位这样的单位,整个禁军里有五六十个。 所以这颗印章就是宋朝禁军下属的神位,下属的左乡,下属的第四军,下属的第二指挥,下属的第五个都的印记。 唉,累死我了。 这颗印章作造于太平新国六年,公元981年,当时宋朝才建立二十多年, 就已经有了这么庞大的禁军,宋朝人把这种政策叫做强干弱支,意思是让树干保持粗壮,而让树支变得弱小。 树干指的是中央,树支指的是地方,强干弱支。 中央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军队,地方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翻阵。 宋朝维持这么大的一支军队,固然消除了翻阵的威胁,但另一方面这些士兵都要靠国家养活,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 而且,如果军队的地位太高,一样也会威胁到皇帝的权力。 所以宋朝前几位皇帝,在直接控制军队的同时,还特意注意任用文人官僚,强调文人的地位要高于军人。 这叫众文轻武,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,宋朝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士大夫。 以后,我们还会讲他们的故事。 强干若知,众文轻武,这八个字是宋朝成功的秘密。 在宋太祖和他的弟弟宋太宗的时代,宋朝花了二十年的时间,一个个消灭了其他的割据政权, 江土逐渐扩大,长城以南地区再次统一。 从宋朝开始,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藩政割据和权臣篡位, 再也没有通过政变实现过改朝换代的事情。 不过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地区,但他的周围却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政权, 包括辽、西夏、大理、京等等。 中国变成了一个多级的世界。 三百多年中,这些政权互相交流而又冲突不断, 直到蒙古人横空出世,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元朝。 从多级到议题,博物馆里的中国通史第六纪, 我们一起了解辽、宋、夏、金、元这段复杂的历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